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官方发布什么 不是那个概念 我们两位呢 就是在这聊天 大伙在这听我们聊天 听过也就一块聊这几句 所以是这样一个气氛 这样一个场合 希望大家能够把心态都放平 我们一块呢 度过一个快乐的下午 在这里我们两位先谢谢大家 谢谢 这个梁老师该说的都说了 这说是岔子烟红说大唐 这个题目很清楚 就是希望有这么一个机会 跟在座的各位一块聊聊 我自己老用这词儿叫 虽不能至 心相往之的大唐 是怎么回事儿 咱们就能坐下来 好吧 开始吧 我想先说一下呢 大家看的是预告片 我比较幸运的是 这个片子我已经看了 当然在这儿呢 我们不方便做过多的剧透 但是我可以说说 我当时看这个电影最真实的感受 可能你们诸位看的时候 应该能找到和我类似的感觉 就这个片子刚开始的三分之一啊 我感觉像在看一个悬疑片 因为妖帽传呢 是以杨贵妃之死 作为一个谜团 然后以白菊毅和空海的角度 去追逐这个真相的过程 就如果我们刚听到这个 会以为它是个悬疑片 是一个真过片 但是看过三分之一以后 真正的戏码上来 这其实是一个极为深情的电影 我当时看到三分之一的时候有种预感 这个电影又虐我 但是我等待着虐的过程是什么呢 叫引进就路 我把我的脖子伸长 等待着电影里边那只无形的手伸出来 掐着我的脖子 一直到把我掐的窒息 我被这种窒息感的快乐 引生到了极乐世界 你们听起来是不是有S&M的感觉 我一直等到最后的时候 这个情绪的释放 你感觉自己特别轻松 特别痛快 但是观影过程当中是个自虐的感觉 就这个感觉在我这么些年看电影当中 是很少有这样的体会 因为这种自虐不是来自观众 一厢情愿的配合 它是导演首先自虐 才会带来这样的效果 因为咱们很多朋友都知道 《妖魔传》这个电影呢 凯爷呢 为了这个电影用了五六年时间 甚至专门打造了一个规模盛大的唐城 你们在电影里会有这种体现 刚才预告片只是九牛一谋 这种视觉上的盛宴 应该说在现在国产电影里并不多见 我看的时候也在怀疑 就是凯克导演打造这个唐城 他一定得是对当年的长安呢 有一些细致的了解 否则视觉上想在线 不是靠凭空想象出来的 那么我们首先呢 我们想请凯爷给大伙介绍一下 他了解的长安和我们历史上的长安 包括刻本中的长安 都到底是什么样 这个其实说起长安城啊 这个叫西安人很自豪 说这是十一朝的古都 那其实在唐朝的时候呢 我们都知道已经经过了这个 这个魏晋南北朝 这样一个分立的这种格据的时代 到了隋唐的时候啊 我觉得就到了该融合的时候 所以我最强烈的感觉呢 是中华民族这个概念 好像是一个不断流动和变化的概念 到了唐的时候呢 大于集圣之点 这个大小呢 其实长安城那时候大小 跟我是北京人 所以我特别一听我就明白 就是说它跟 它是跟这个崇文宣武东城西城加一块 四九成 四九成 这范围 八十多平方公里啊 下边呢大概有一百零八个方 啊 也有人念仿 其实应该念方 北京就有一地方叫白纸方 啊 这个礼啊 特有名的 平安礼和平礼啊 这都是礼 下边还有呢 三十八条大铁 叫通驱大道啊 纵横南北 是这么一个概念 最宽的 我觉得比今天北京的任何路都快 一百五十米宽 朱雀大道 一百五十米那是十六车道的快 对那是非常宽的这么一个概念 然后就是鼎盛期一百八十多万人口 是人类史上第一个过百万 过百万的人口啊 过百万人口的这么一个城市 这其中呢流动人口大概有五六十万 那意思听上去就跟今天的北票差不了太多 啊 顶盛期的时候有三四万所谓外国人 啊 都住在这地方 有意思的是 你看我们的电影一开始就有一个 敲鼓的这么一个声音出现 空海进了城了 我们叫陈中木鼓 这木鼓什么意思 唐朝其实也是宵禁的 这木鼓一敲 你赶紧回家 要不是另外找地方呆着去 你就别在街上晃 是这个意思 就说这个 肖定应该是一视同仁的 一视同仁 它不分什么高端人口 地端人口 甭管是谁 甭管是谁 您就 您这一百零八个方里头啊 有不一定全都是住的 达官贵人 这个方其实就像我们现在一个小区 小区 小区这种概念 但是它小区里的设备齐全什么都有 比如说这个娱乐设施啊 啊 这个酒楼啊 饭馆啊 啊 锻炼的地方 啊 这都有 所以它是配套非常好的这么一地方 这个就是当时长安的一个基本情形 你这方门一关 但是不等于说您不能出声了啊 里边宰歌宰舞热闹非凡 我说你别到街上闹去 别到街上闹 其实这个在这个清末也是这样的 你看梅兰芳他们下午上席 天一擦盘 赶紧就回客班 啊 这个就防大伙的夜里看不清楚聚众闹事 这是 所以他是 可以在唐代啊 这宵禁 什么时候开封门呢 就是第二天早上五经 二点 大致是四点钟前后 四点钟前后 这访门就开了 封门开了之后您就可以 该上哪上哪就回家了 所以这个呢也非常有趣 我自己觉得他有一种自由的情况 就是说哎 我我关门 但是我不是不让你乐会 你照样可以乐会 宰哥宰我想干嘛干嘛 喝酒 什么都成了 第二天早上您回家 就是基本上是这么一个情况 自由 指定时间指定地点 没错 但是这不叫双规 双规叫规定 所以这个我自己就觉得就是 唐以这个自由的气象 为他的标志 这就是中华民族在经过了动乱之后 出现的一个我们叫大致的局面 这个我在妖魔传前面啊 有一个很大一个篇图在展示 古长安的时候街市上的景象 一般是老百姓在街上玩啊闹啊 包括表演幻术表演魔术那个场景 尤其是市场上那些 其中有一段就是白菊毅带着这个空海啊 在长安里头转 这转的过程基本把长安的吃和玩的都展现出来 那这一块导演你在那个向阳这个唐城里头在现的时候 就是按照这个格局来的 还真是这个就是因为方方正正这么一座大城 但是有两市叫东西两市啊 这特别的有名啊 长安的东西两市 后来我一琢磨这个也有道理啊 说他为什么不叫南北两市啊 他为什么叫东西呢 是吧今天说买东西买东西 就是从唐朝的东西两市来的 所有的货物你都是从那来的 这个我在我的节目里曾经解释过这个事 为什么你看叫东西不叫南北 中国过去的城里头啊 南北是基本很少通的 因为衙门口 比方说一个市的市政府 一个县的县政府 他往往在正北这个方向 所以你如果真是南北的话 大家自由流动 你到了衙门这你动不了来 它有规矩 但是东西呢 却可以很方便的流动 所以街市往往在东西 而且还有一点跟大伙说说 就是我们这个中国古代文化里面呢 关于这个几个方位的代表 东方青龙甲乙木 西方白虎更新金 一个金一个木 这都是物体 就我们各篮子一临能临走 但是呢 南方是朱雀饼那个火 北方是玄虎人鬼水 水和火你用篮子怎么临走 没有说买水买火 这东西能带走的 所以只能买东西不能买南北 就是我们说中国传统文化里 他有一些东西 你看着凯克导演说 东西是街市是买东西 他为什么这么安排 这里边往往都有一些和玄学类似的 和传统化能接得上 其实妖猫传里边展示这类东西的机会 还是比较多的 有道理啊 因为这个当时这个圣唐到公元七世纪左右 那个时候欧洲还是黑暗中世纪 是吧 这也在一片荆棘之中 所以在某种意义上真可以说 就是人类文明曙光 这太阳真是从东边先升起来 这是没有错 我在这妖猫传里边就看到 反映唐代时候这种欢歌笑语场景的 那里边有一个情节集中展现 就妖猫第一次出现杀人的过程 是在那个当时叫胡玉楼 那个楼里边就是你看 为什么叫胡玉楼 带着个胡字呢 其实这里头有外国来的 少数民族出身的一些歌姬 里边一些跳舞的场景呢 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就是我想这种东西 代表着圣唐的一种宽容气象 当时我看到里头那胡玉楼 那个大牌子 里边那么些人 我就想 我说这样的牌子在现在是不是要被拆掉 那看在里边 确实是很多人一看 这是个地标式的建筑 就知道到这里 我能找寻到属于自己的一个快乐 所以这个电影 我一开始看的时候 第一眼印象给我感觉 大唐 包括我们今天说圣唐 这个圣字 在这里边有非常集中的体现 没错 他这个文明的这个形成啊 跟外来元素的融合也有关系 在大唐的时候我说最盛期啊 四万多外国人 基本上是两路来的 一路就是丝绸之路 还有海上丝绸之路 到泉州那边福建那边 这个登陆的 另外一个就是这骆驼 走过大漠 然后到了长海 基本上是这么一个意思 西边这一路呢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一路呢 大多数 全是阿拉伯人啊 中亚中东这一带的人 当时这个像沙特那边阿拉伯 叫大石 来自伊朗呢叫波斯 这么两路人特别多 做生意的多 做生意的啊 而且我自己就觉得呢 呃 其实种族上叫陕米特人 是吧 陕族人 这就阿拉伯人后来的这个 称呼啊 陕米特人是最爱住帐篷的 所以那时候的长安 啊 在西市有一片就是专门是帐篷区 这些人信的宗教跟咱们也不一样 咱们是不是佛教就是道教 啊 他那叫 险教 啊 拜火教 啊 波斯国教等等 这个拜火教其实大家应该很熟悉 以前同龙记里的名教 也有人叫摩尼教什么的 那就是拜火教出现 他来自伊朗 那个刚才呃 凯耶说到这个阿拉伯人来的时候 那其实是回教的早期出现 其实就是伊斯兰教的一种形式 王国川 他就是宗教也比较自由 比较开放 再一路人呢 就是从东边来 东边来的主要是朝鲜半岛诸国 什么高居立啊 啊 新罗百姬 这个这个方向 还有就是日本 这日本这个名号啊 我因为拍这戏的缘故 还专门做个研究 他原来不叫日本 啊 这个可以说是一个无名之国 岛国 岛国 他不知道没有名 没有没有名 他也可以 因为跟外人也没什么来往 到了大概 公元一世纪左右 就是这个 一千九百多年前 这时候是汉光武帝刘秀的 东汉 东汉刚开国的时候 这时候这日本就派人来了 派人来之后说 您给我们一名嘛 这光武帝想了想 一看这史臣 好像个儿也不算太高 说就叫 涡奴国吧 这名就起的就比较 不是太尊敬 可是这边就喜出望外 说咱这国家终于有一名了 啊 而且还给了一金印 这个金印真的在十八世纪的时候 在日本被找到了 啊 这是这个金印上 就是汉代的金印 是册封他们的国王的金印 不知道怎么丢了 啊 事情还是发生在唐朝 到了唐朝的时候呢 武则天时代 这日本天皇又派人来了 说怎么我都觉得这 是涡奴国的 你们听着那么别扭 他就形成过味儿了 所以他这个 那时候日本刚有镜子 才一看啊 这涡奴国人 他这个 到了唐 武则天也是气度很大 说接见使者 说哎怎么知道 有什么要求 是不是就这事儿 他说你们这个窝字 你你想改一什么字 说能不能改成和 就是他们现在说的这个 其实现在呢 和和窝在日文里 是同一个发言 今天还是 是这样的情况 说那你们的国名想改什么 他说我们想改日本 武则天琢磨琢磨说 行吧 就批了 那意思感觉就是中央政府批了 就是让他就有这么一个国号 所以他是从武则天时代开始 才自称日本 可是日本是在对外的时候才说 对内仍然自称窝国人 所以在电影里头 我们听空海自己介绍 说我是从窝国来的沙文 是这么一个 这里边这个空海 是个很有意思 因为按唐代当时的制度 就是他派潜唐使 日本人来了 一般人家来干嘛 就是学你的文化 日本我们别的讲不说 这个民族的学习能力是超强的 按照他的规定呢 你派了潜唐使 在这儿啊 待20年 没错 20年 对 可是空海呢 这个人就是一个不是出国奇人 他到中国来是想学中国的密宗的一些真经 结果他两年就把这真经内容拿下来 而且学得很到位 所以这时候他着急说我要回日本传道去 就这么的 他算是在潜唐使里是个比较特殊人物 那这日本跟中国学习文化呀 有那么一个笑谈很有意思 日本当时也没有文字 那就用汉字嘛 但是他毕竟再怎么学 他没有我们老祖宗传下的这博大精神 你两年时间想把这些都学懂很难 所以带我去一些汉字使着使着 发现不够用了 怎么办呢 我们把它拆开使 所以才有日本的片假名 评价名就是不守 这里边的评价名就是空海开始用 还有另外一个说法 这更逗 说是这个 来中国的路途遥远 特别是海路这一段 老翻船 说是把这所有的经书啊什么的 全是从中国带回日本的过程中间翻船了 可是这人被救起来了 书呢也给捞起来了 打开一看里头一个字 偏旁不守全没了 就是说有的这完整的一个字 有带偏旁不守的 那那个 右边那边没了 就剩下左边的偏旁了 再加上有些是草书 所以你看评价名片假名里 有的是草书的写法 就是这也是一个开玩笑的说法 并不真实 这个说大唐那时候的胸襟气度 一开始在唐太宗的时候 日本的潜藏使来 因为他来一趟 连来带回得一年 因为他毕竟过海路 陆路都没有现在这个交通工具 唐太宗就说你们这样吧 不用连连来 作为一个蜀国 几年来一趟就可以 而且唐太宗很客气呢 打发一个大臣 大臣姓高 叫高表人 派这个人呢去回访 结果这高表人觉得 我是中华上国的 我到你这渥奴国来了 人家太子呢到海边来接他 而且是明日礼炮 这高表人不愿意 说我中华上国来 你的国王得来见我 怎么能你儿子来的呢 而且我要求你国王来啊 你得是面对着我 我面南北北 咱们都知道面南北北 是九五之孙是皇上 就我代表皇上来的 你得冲北我冲南 结果日本国王有点生气 所以说你看 虽然你这国力比我强 我听你的 但我也是个国王 你来个屎人就摆着谱 人就不愿意 这高表人说好 你不愿意 我连国书也不下了 我回去 你可吃不了兜子走 这国王降劲的上来 你回去回去 但人挺客气给他送走了 高表人回到长安 想跟唐太宗啊 显霉一下 说你看我可没丢咱脸啊 我把他们给欺负够呛 结果唐太宗把他臭骂了一顿 说你这是狗上人士 两国之间交往哪有这么不客气的 把这个高表人一路到底 还罚他两年俸禄 我说什么叫真正的文化自信 大国自信 这个是大国自信 就说我越强大 我对弱小的人 越表示出这种尊敬和怜悯的态度 这是真正的自信 如果我强大我就欺负那小的 那就意味着你弱小的时候 你一定会对强权媚上 所以我是觉得大唐的自信和包容 在很大程度上 体现了当时对待其他国家 对待外来人口的态度 你像我们看这里边 唐朝大家可能都想象不到 有26位宰相 是少了民族人 是胡人 他这里边有一些特有意思的事 李渊 就唐高祖李渊 李渊他的亲姨 是隋文帝阳间 怎么算的呢 因为李渊他母亲 是独孤士 显卑的人 你等到唐太宗有个夫人长孙皇后 长孙是什么姓 也是胡人姓 显卑的姓 就说在这些皇帝的血管里头呢 也流着少数民族的血 所以这样的话 才能起到一个这种包容宽容的作用 而且如果两个地方打仗 你的国王是我的外省 我这边国王是你舅舅 有这种殷亲关系 混血关系 那么往往这两个国家就打不起来 所以我想如果历史上 美国跟其他国家都有通风关系 可能现在世界就会和平很多 所以大唐这一块给我们带来的包容是什么 其实就是一种基于自信上 对世界的一种理解和认知 还真是这样 这个电影里头还有另外一个人物 就是 由这日本挺有名的一男演员 叫阿布宽 他看着身高一米九啊 大家都觉得他挺帅的啊 他演的他演的就是阿布宽马里 这是历史上十有其人的这么一个 朝衡 朝衡 这朝衡这些呢 这朝就是这个咱们水浒传里的这个 这个托打天王朝盖 就这个朝字啊 但是这是皇帝赐的名叫朝衡 这个所以他呢 其实在唐朝的身份地位是很高的 这人是一贵族出身 日本贵族出身 本来来中国没他什么事不成 对这个中国的文化特别的仰慕 说我得去看看你亲自学习一下 到了这之后呢 这人很聪明啊 到处拜码头 认识很多人 汉语又说特别好 最重要的一件事是 他居然考晋士 一般的说你外国人 你没有考试资格 今天说您说 不管从哪来的一外国人说 我直接要考北大 这有难度吧 甭说外国人 那个外地人好像也 所以这个朝衡就说 我要考晋士 过去还了得晋士是谁啊 天子文生啊 这皇上刺一块匾 上面写着晋士及地 这就意味着 您将来可以官居一品的 可以是做大官的人 是这么一个人 在中国待了很多年之后 突然思乡 跟皇上说不成我得回去了 皇上就开始挽留 这就是玄宗皇帝一直挽留他 到最后说成了你回去吧 坐上船之后 没想到来时候遇见风浪 走时候遇见海难 这一下这船给吹到越南 越南那边 于是呢上了岸以后 当地的土著人就把他下巴随从 杀了七七八八 十来个人啊 逃回长安 心里想这就是我的命 算了我就这儿了 就再没回去 当时这个朝衡走着之后啊 传来说这个海上风量大 他死在那里 他有很多好朋友 就我们大家熟知的李白 王长林 这些大诗和朝衡关系都很好 所以咱们课本上有一首诗 李白写的叫枯朝衡 就他不知道朝衡没死 以为这大风浪一起把他淹死了 那诗可能很多朋友都记着 日本朝清辞帝都 孤帆一片绕澎湖 名曰不归陈碧海 白云愁色满仓舞 这诗当时很有名 就说当时写朝衡 这么一个过程 本来应该是说回日本 结果办到处事 这就反映当时朝衡和中国 第一流大事人之间 应该是互有长河 没错 这个这个人是跟着玄宗 经历了安世之乱 到了马来尔 见过杨贵妃 这是这么一个 《妖猫传》里边是把朝衡塑造成什么 见了杨贵妃之后 心里就对杨贵妃崇拜得不得了 就是说我只要能够看到你 我就信满一足了 就我们所说的那种爱情的最高境界 其实这不光是爱 里边还有崇拜 而且我发现朝衡深深 你看他一辈子经历过很多风浪 他从日本来的时候也是大风大浪过来 好像那个时候 跟日本交往啊 这个风起的作用很大 因为元朝的时候呢 当时忽必烈建了大元之后 有过两次东征 就是要跨海去打日本 日本当时上下害怕的不得了 因为整个欧洲的铁骑都挡不住蒙古的骑兵 所以有意思的是这两次打的过程当中 都是海上起了飓风 把蒙古的船队给摧毁了 所以日本人那边吃磕头啊 感谢上天赐予我们的神风 所以后来二战的时候 日本搞自杀式袭击来对付美国的航空母舰 管那个自杀式袭击的部队 叫神风特空队 也有叫神风杆子队的 其实就是对那个时期 对中华上国充满恐惧的时候 一种想法的遗留 咱们说完了这个外国人 咱们得说说这个中国人 咱们自己的人 我最感兴趣的有一人物就是 就是燕人其实 就是燕人张一德 太监那个人 太监高律师 太监高律师 其实一般的说 咱一说起来知名的人是古代 很少有广东人 他是广东人 广东那时候叫蛮黄之地 蛮黄之地 那个流放什么都送到广州去 叫岭南 这也是十道之一 中国的 这高律师原本姓冯 也不知道怎么着 这个生冯乱世 就让人给拉了 也不怎么就 就成了燕人 也是图生点事 图生点事 这个就回到长安之后 就进了唐公 哎 就让武则天看见了 说这小伙 长得还不错 跟着我吧 武则天喜欢这个 哎 有一回说扫地没扫好 也让武则天看见了 说你还是别在这儿 你出去吧 后来又给他招回来 他真正的 这个官宦生涯的开始 是遇见李仲基 也就是唐玄宗 遇见他了 因为唐玄宗啊 从小这个受压迫很大的 一生经历过两次政变才多了全 啊 干掉这个伟皇后这一次 啊 还有太平公主一次 太平公主一次 这两次政变 在这个时候高丽氏作为一个阉人 居然实践上阵 啊 替这个李仲基立了大功 因为一般的都是要找这些卫队啊 亲随啊 都是很有战斗力的 说这位怎么也这么大胆啊 啊 他就是这表现正的非常的靠谱 这是之后 可是高丽氏在在我们中国传统的戏曲里头啊 变成一个小花脸了 是吧 最有名的就是这贵妃醉酒 我老记得我拍帮别姬的时候 这句上来就是高丽氏 是敬酒 哎 这边这娘娘就说了啊 这个敬的什么酒啊 她说是通宵酒 这个 娘娘就说 哪个渔滨们通宵 谁赶紧不通宵啊 是 哎 就被被描写成一个小花脸的这么一感觉 其实这人敢做敢的 抽菌 抽菌 非常厉害 他这辈子啊 大概有两件事是特别有名的 在历史上 一个就是给李白脱缺 这个我们在电影中间有所表现 他当时已经是标齐大将军 啊 我觉得李白 获取病都是 对对对对对对 你想这李白我自己觉得也是有点狂的没边 啊 说皇上让我给贵妃写诗 写诗可以 帮我把靴子脱了脱了给你写 其实如果高厉师是个普通小太监 可能李白也就不摆着脱了 他是成心借他的腕往上涨 没错 所以李白最后被刺金还山 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是跟得罪高厉师有一定关系 可是高厉师你说那叫海寒呢 啊 当场就给靴子给脱了 啊 非常有气度 这就到第二件事了 第二件事就是这个安史之乱之后 玄宗已经当了太上皇 没权了 偶然有一天登上高楼 看见这这个长安的街市啊 老百姓发现是玄宗 居然山呼万岁 啊 山然泪下的局面 这时候的玄宗特别感动高厉师站边上看 可是高厉师知道要出祸事了 因为玄宗儿子宿宗不高兴 说你要干嘛 啊 有个叫李辅国的大臣 这这居中就是挑拨了一箭 说这个这个这个太上皇还住兴兴宫呢 不成挪走 啊 这挪的过程中间有一小夹道 皇上还在马上呢 李辅国带兵 拦住 谁都不敢说话 这个玄宗当时的念头就是 我命休已完了 就见高厉师站住 高厉师说 李辅国你也算是一老臣了 皇上是五十年的太平天子 啊 你何德何能敢拦住他 过来给皇上牵马 居然把这李辅国给站住 这李辅国拉着嘛 过了这个家道 这简直跟这个立相如免赤之慧啊 赤贺秦王那段是很像的 非常的有胆魄的一个人 啊 但是这个人呢 我自己觉得 这个唐朝这个朝代也很奇怪 你说他这一阉人是一宦官 对吧 但是他也有诗情画意 后来这个 还是这个玄宗的势力 还是被打倒 打倒之后就给他流放 流放到哪儿 流放到贵州去 一个叫武西的地方 啊 看见遍地的这个叫祭菜了 祭菜了 祭菜馆 啊 祭菜羹 啊 做这个 他就感慨的不得了 写一首诗 这诗这么说的 说是两经做金脉 什么意思 在咸阳跟长安东西两经 这东西得论金脉啊 武西无人才 没人理这东西 啊 夷夏随不同 因为夏就是汉朝 汉族的正统 叫自称夏 啊 夷呢 全是四周的少民族 夷夏随不 因为到了贵州了 变成夷地了 夷夏随不同 啊 下边这一句最要紧 啊 气味是一样的 这是说谁呢 就说他自己 啊 这说他自己 讲究说我虽然到了这地方 但是我心智未改 遇见大社回长安的路上 听到玄宗已死一口血喷出 也去世了 那个时候他的官位已经到了齐过宫 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很少见的 其实和殉葬差不多 对 这个就是有的时候啊 我觉得不论是文学作品呢 还是真实的史实 历史上像高丽氏这样的人 其实并不少 有人说那是千古第一贤患 就是最贤德的太监 这我们大多数人认为高丽氏是个宁臣呢 杨国中摸摸高丽氏脱鱼 这都是混蛋 其实即使他是个混蛋 在对待李隆基这个问题上 他也绝对的是忠心恶格 我说一个大家很熟悉的人 我也跟这个人物的扮演者聊过天 《环珠格格》里是荣摸摸 李明齐老师眼的 李明齐就跟我讲过这事 他荣摸摸不是个恶毒的人 他只是像一条狗一样忠心护主 他是护着太后的 所以他会表现的对小燕子 对尔康这些人那么狠毒 所以我想就是我们电影里头体现一个人物 他绝对不是一个简单单调的东西 我们就把他一下子摁到这 他就是这样一个人物 人性永远是复杂的 在《药毛传》里边怎么展示高丽氏呢 高丽氏后来等于承担了 杀死杨贵妃这样的罪作 他没有动手 可是这个决策是由皇族做出来的 最有利于大唐天下的决策 杨贵妃必须得死 马丽国兵变 那么高丽氏承担着罪责 我动着手 最后把罪责揽在他身上 所以这样的人 我觉得这种处理方式 应该是符合历史真实和人性真实 没错 咱们这个 楠老师 刚才讲到说中国的这个大唐 但大唐最辉煌的是什么 在文学上讲 恐怕还是唐诗 对吧 唐诗流传至今的 全唐诗看四万多少 一万多诗人 这个东西就不得了 文化昌明的时代 一定是一个比较好的时代 一个比较开明开放的时代 大家都喜欢写写画画 不担心惹祸 这个就是一个比较自由的时代 而且唐诗其实 和我们今天大家 发微博 发朋友圈 没有什么区别 我们今天可能说 诗歌文章 千古之盛事不久之盛业 唐代那些诗人从来没怎么认为 你们什么时候看到唐诗里边 李白杜普 吹自己诗写的好 没有过 在唐代认为 这个东西就跟我们 发微博发微信是一个道理 诗言志表达自己 当时的心情和感想 所以他们不会把这个 当作自己的一个基本技能 而且那时候全民写诗 你在唐诗里也能看到 夏里巴人写的打油诗 也有高的不得了的 也有白居易这样中间 老郁能紧的东西 所以就是我们看 《妖猫传》里 选取白居易这个诗角 我觉得它有意思在哪儿 一个是它是个诗人 有居庙堂之高的东西 同时它又是一个呢 从底层的对情况很了解 又有处江湖之远的东西 所以它来传联这个剧情 我觉得很有意思 它就等于把杨贵妃之死 从庙堂那到江湖都窜起来 这个视角应该是很好玩的 这人呢也是中国的诗歌史上 著名的一个人物啊 说这个跟李白杜甫差不多是齐名的 他刚刚出到长安的时候啊 用今天的话来说 我觉得也是屌司机的 他不是很有名望的这么一人 找一个人叫顾邝 这人老先生诗也写的好 说您给我看看 那时候叫行卷 把这个交给人一看 看都没看呢 这顾老先生就说 说这个你叫什么 说我叫白义 那时候还没那个橘子 没有这橘子呢 说白义 说这个长安米贵啊 白橘不义啊 您怎么叫白义呢 其实跟现在北漂这个日子 哎 这时候这个啊 时机到了 这白乐天就把这诗 就是离离园上草这一首 哪里说您瞅着这个 谁写的啊 我写的 看着这脸色就变了 笑容也有啊 说能写这样的诗 在长安活着就不难了 所以这属于直接打脸 就是他说那我改名吧 我改白居易了 这不就是打顾邝的脸吗 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人也是一个就是 非常风趣的这么一个人 还真是这么回事啊 这个这个 这个也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段子 啊 你你再说这个 我就说这个唐朝的诗人 他这个直接魏晋南北朝 啊 我们所说的明氏啊 竹林七贤 其实他们都是他们的老前辈 啊 咱咱说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例子 就是这个这个这个 都说王羲之这书胜书胜 他儿子也多啊 他们家王羡之是老七 这说这老五王辉之啊 这个呃 住在哪儿 就是住在现在绍兴这地方啊 冬天晚上突然下大雪 这人给叫醒 说主人你看外的下雪 一看哎呦 白茫茫茫天地 说走 带船 我要看我朋友去 看谁去 这人叫戴奎 就坐上船就去了 走了一宿 啊 到了这地方之后 登岸 雪也住了 说您您请进这个 啊 还没通报人家主人的 他说 掉头上船又走了 不见了 不见了 他说我是成性而来 尽性而去 老代就不必见了 这就叫狂放的文人性格 啊 在这一点上 我觉得就是唐朝的诗人是 直接此风啊 是他们的余序 举例来说 也是李白喝醉了 人家问他说 还是个宰相 说你天天的跨海长径啊 啊 吊大鳖啊 吊大鳄啊 之类的 吊大鱼啊 在诗里边写了很多 很多这种东西 说你这个 要钓这么大的鱼 鱼线是什么呀 彩虹 这就是李白的思维 说您 那您得有一鱼钩吧 月眼 说那谁做鱼饵啊 你这么大的东西 找一个无情无义之人 拿他当了 听着就那么结婚了 啊 就可见他的这个 就是这个想法啊 不同于常人 啊 这个落实到白落天身上 也是一样的啊 是这个各种各样的 我们说生活艺术化的事 他都做过 喜欢松树说哎 这个地方这宅子 说您不需要这宅子 哎 因为有几棵棋 我得买了他 到七十岁的时候啊 给他这追随多年的小妾 其实全是年轻小工人 一个叫 樊素 一个叫小蛮 啊 我们现在常常形容女孩嘛 叫这樱桃樊素口 说这女孩腰戏叫小蛮腰 樊柳小蛮腰 啊 就是白菊毅身边俩人 我听着他就羡慕了 到七十的时候 人家能跟那俩小姑娘说 跟了我这么些年真不容易 我岁数也大了 也没什么气了 你们就 则这个啊 这个良婿而嫁吧 就给人送了 一生非常浪漫的这么一个人 啊 到了活到七十二三岁 这时候去皇上唐宣宗 给写诗 啊 称颂他 唐宣宗 啊 这个诗我在 呃 我六岁那年 我爷爷就是教我诗词的时候说 说诗写好了 皇上给你写诗 当时我爷爷就把这个诗给我念了一遍 皇上怎么给写的 唐天宗白菊死了 叫 坠于连珠几十年 随教明路做事先 浮云不济明居意 造化无为自乐天 童子解音长恨曲 胡儿能唱琵琶片 诗名已满行人耳 一度思青一创然 就当时你看一个皇上写这个诗 绝对不是说 简单的我给你说说呀 在文化领域承认你呀 他是非常深情的写这个人 而且你想想啊 他这里头说这个啊 这个啊 童子解饮 长恨曲 胡儿能唱琵琶片 这就是说小孩都能念长恨歌 啊 这个外国人啊 都批不行 批不行 啊 可是你想想这个 这长恨歌写的是谁呀 是宣宗老祖宗啊 都没有因为这个事儿说 哎我不高兴了啊 你怎么写我太爷爷写成这样了 你想想这皇上写他皇上的爷爷 春宵苦短日高起 从此君王不早照 这个影响是很坏的 哈哈哈 但是就是可见也可以说 这个朝代的开放啊 就是啊 文人在这个时代是比较自由 而且就是白居易最有名的事 就李李元上草一岁一土 我们的课本给解读呢 反映了野草强大的生命力 以及不屈不挠的向上经历 你听起来跟解读白杨李赞 生说的分别差不多 其实是不是这样的 我个人有点看法 根本不是这么个事 李李元上草一岁一枯荣 野火烧不尽吹风吹火声 课本就选这四句 你们注意 断章取义这 后头还有四句 后头还有四句 远方清古道 清脆皆荒城 又送王孙去七七满月情 这个李李元上草长在什么地方呢 荒废的古道 这个古道是干嘛的呢 过去我们打不过西北的少数民党 我们把皇孙过去当敌鸭 把公主送过去用来和亲人质 而这种事情一年又一年的经历 老百姓看不到什么时候的尽头 所以叫又送王孙去七七满月情 他说的李李元上草一岁一枯荣 野火烧不尽春风 是指这样丢人的事 一年又一年的接连不断的发生 可是我们却可以解读成一个昂扬向上的 充满立志的心灵鸡堂 所以这对白鸡是个很大的误解 但是呢我自觉自愿的接受了前辈的说法 就是看见这个野草顽强的生命力的时候 还是受到了感动 因为每个人解读诗词都有不同角度 可能是你之蜜堂是他人之皮霜 我之皮霜是你之蜜堂 这个属于个人的理解 那在这个妖猫传里边啊 就是你看白鸡翼 为什么用这个人串 我看完之后的理解是 白鸡翼在历史上也是个情种 他在感情世界里头呢 对有一些比较浪漫的东西 他是完全能够接受的 其实我们看唐诗里边 好多的这些大事人 在感情世界里都是这样一个人 你看这里边白鸡翼对杨贵妃的感觉 就是前朝的这么一个很有名的美人 那么他正是由于对杨贵妃充满着兴趣 他才有这个心思去解读一下 杨贵妃死亡的真相 就是我想我们每个人 看到妖猫传这题材 你看到杨贵妃的时候 一定脑海里都会浮现出 一个活灵活现的人 因为中国古代的四大美人 大家想一想西施 什么时期 吴越春秋时期 貂蝉 东汉末年三国时期 王朝军 西汉中期 唯独杨贵妃是四大美人里 诞生最晚的 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认为 从杨贵妃之后 中国就没有真正有代表性的美人 起码我是这样理解 就是我小的时候一听说杨贵妃 心里头那种暖洋洋的感觉 尤其一听说以胖为美的 但是人家那叫胖叫疯 我这叫肥 这不是一回事吧 但那个时候在我心里就想 杨贵妃是个什么样的 我今天可以告诉大家一件事 妖猫传我看了之后的第一感受是什么 怎么杨贵妃是他 妖猫传就体现出了杨贵妃的形象 甚至言谈举止和我想象中的杨贵妃都有不小的差距 那么其实在这个妖猫传马上就要上映这个时候呢 我预计这个会成为妖猫传上映之后 坊间热议的一大焦点 在这里我是很愿意跟导演的就他选角的标准和杨贵妃到底是个什么形象 我们在这方面跟大家交流一下 我想先问一下现场的观众 哪位愿意站出来打一打 你心里想的杨贵妃应该是什么样的 包括体态包括性情 哪位愿意站出来说一下 你想象中的杨贵妃是个什么样的 大家随便唱所缘 好 这个女孩 只有女人对女人是赤裸裸仇恨 我也是很仰慕的 然后刚才看了我们的预告片中 其实有一个应该是杨贵妃的镜头 然后那种就是在我们导演的那个片子里 然后凯哥导演教她 然后就是怎么表现那个魅态的那种感觉 然后我觉得她就是镜头一过来 她眼睛就是对视的 我真觉得有一点被打动 然后我觉得就是刚才不是也提到李白 李白不是也有诗就是写那个杨贵妃的吗 也很有名就是影响音响发想的 我觉得杨贵妃就是 当时应该是用芙蓉来形容她的吗 然后我觉得这个比喻就挺好 还有一个就是 还有就是白剧那个《长恒歌》 对杨贵妃的一个感情的一个描写吧 我认为她就是是一个就是幸运的 但是她可能她最后的结局可能 就是在外面看来是不幸的 但是她作为一个就是 这种风靡的女人 然后也是一个非常美貌的女人 她还是得到了这个 实际上对她的一个很深厚的爱情 然后以及后世人对她的一个样子 觉得她是一个很幸运的女人 因为正常常尝的那种民病啊 然后比较鲜明的美目 然后肤白 然后可能个子也也不会很矮 然后然后我觉得是变得很美 好下边这样 再来一个男同胞 要直男啊 那位就这样 好这位直男 真挺直 你说我 我这样前 kasih 我想像中杨桂菲的形象,我就说一个明星,就是邓丽君。 风情,他说这个。 其实他这个,他跟我想像中杨桂菲的形象挺像, 因为我原来理解杨桂菲,可能很多人只关注他的美貌, 和《长城歌》里面给他定性为这种顶级的游舞的感觉。 其实杨桂菲他本身的音乐才华和舞蹈才华,在那个时代是特别突出的。 因为杨桂菲跟唐明皇他俩之间,之所以能够逆护到这种程度, 除了感情上,和这个异性之间的戏,很重要一点,他两个人其实是同好。 唐明皇特喜欢音乐,特喜欢舞蹈,特喜欢戏曲。 杨桂菲同样很喜欢这个。 所以你看他身边那些人,受到重用的,当时琵琶第一高手,叫雷海音。 当时作曲的第一高手,李归年。 大家记不记得杜普勇是江南风李归年?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风军,就说的这些大作曲家。 就他身边有一群这样的人。 你想他的这种水平什么样? 可是很遗憾到现在为止,除了京剧里边,像贵妃醉酒,可能表现出了贵妃的一些魅态以外。 好像反映杨桂菲音乐舞蹈方面才华这一块,相对还是比较少。 而且我看《妖猫传》里边,我特别想看看杨桂菲跳舞是什么样。 好像导演在这方面喜莫如惊异,也没有给予更多的产生。 其实原因是这样的,梁老师说的这个意思呢,就是说, 他说这个玄宗跟这个杨玉环两人是同好。 我们都知道玄宗,特别是在这个戏曲界,他是被尊为祖师爷的。 小的时候我去看这个京剧舞台的后台,都供着一个祖师爷像。 我说这位谁啊?原来就是李三郎,就是唐宣宗李隆基。 因为他自己有个后援,就叫李远,是种着梨树的。 他教这些小孩,小姑娘,小小子在这儿学系,就是在这个梨远里头。 所以在《长恨歌》里也写到,梨远弟子白发心, 交房阿坚清恶老,这个情形。 所以呢,我自己是感觉,我觉得就是一个女人能够得到帝王如此的宠爱, 仅有美貌,肯定是不够的。 所以我不太相信,就是说,因为就是,比如说,他是一傻白田, 啊,于是呢,就得到君王的这个厚爱,我觉得,他一定还有别的价值。 啊,以我看,啊,以大唐这么聪明的统治方式。 啊,因为我觉得就是唐代是跟历朝历代相比的,编换比较少。 除了土博,南兆之外,啊,突厥之外,就是很少啊,内部斗争比较多。 啊,外边的比相对来说比,稍微少了一点。 啊,翻阵之乱,后来起来了。 那我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倘若说像杨玉环这样,啊,有一组,有部分一组血统的这样的容貌,啊, 啊,他是不是可以造成周边的万众归心的局面。 像他这样的人都能得到皇帝的宠爱。啊,这是一个世界帝国的眼光。 说起来,啊,我不知道梁老师您怎么感觉。 这个在欧洲中世纪以后很多这种情况,比方说这个法国人,法国的国王娶了英国的皇后, 荷兰的,取了丹麦的。 那么有的时候对于他们要制造武度共和这样的圣经来说是很有帮助的。 就通过通婚。 那么在《妖猫传》里边,为什么我刚才说我看《妖猫传》? 我说杨国佩怎么不是我想象中的那个。 他这个演杨国佩的人叫张荣荣,很多人也都熟悉这个演员。 他是中法魂血儿。 就我们好像似乎很难直接就接受杨国佩是个魂血儿。 但是这一点在历史上,他是留下了一些蛛丝马迹的。 所以这个导演,你在考虑用这个演员说也一定考虑到杨国佩身上的胡人血统。 的确是啊,因为我们在历史上至少有一种说法。 是说他是有突厥,或者说鲜卑的血统。 这个呢,其实在当时的唐宋隋唐时代,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不是什么太奇怪的现象。 但是魏晋南北朝之后,五国乱华民族融合之下的那种。 所以我就说,就是说在唐的时候,这个中华民族已经有了一个更加一个大的融合之后,造成一个新面目。 是这么一个情形。 那么我们今天其实到西安去看,到我们还能看见,就我自己说他们是鹰鼻子耀眼。 就是说眼眶比较深陷,鼻子有点像鹰一样的这种感觉。 我觉得这个都是当年在南北朝时期出现的这么一种现象。 其实民族文化的融合,这个很有意思。 我们进庙里头看这个佛和菩萨那个雕像,你会发现呢,如果你要去印度看,它是高鼻深木,跟印度人很像的。 但是从汉平的原点,佛教呢,从西边来到中国,一路上走来就佛像了,眼窝变浅了,鼻子稍微变平了。 但是你现在再看那佛像的鼻子,往往那个尖那个地方,也和完全的中国人还不是太一样。 就是他这个文化从来都是碰撞,之后进行融合的。 你刚才这个凯克导演说到杨桂飞胡人血统,有很多人也考证过这个。 你比方说,长哥里说,吹寒赐欲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池。 说现在陕西林同仁就有个华清池。 说奇怪啊,这杨桂飞真爱干净,天天洗澡,天天在那泡着。 干嘛呢? 其实我告诉大家,你要身边有外国朋友的话,尤其是白种人, 他的体毛比中国人要旺盛,汗线分泌要发达。 所以白人身上的体味是很重的。 杨桂飞为什么天天洗澡呢?她要折身上的味儿。 当然这个我们想有句话叫陈鱼落雁闭月修花,说这四大美人。 西施是到这个水边洗纱布,那鱼看着他都望着油了,往下沉,这叫陈鱼。 落雁,王昭军出赛的时候,一弹着乐器,天空中大雁低头一看,这么漂亮, 望着山翅膀呢,掉下来陈鱼落雁。 碧月貂蝉败月,月亮看着貂蝉,真漂亮,比我还好看,害羞的躲到云彩里,这叫碧月。 颜桂飞呢,喝醉了酒了,在花桶之间溜达,花看着颜桂飞,比我好看,云想一山花想荣啊, 马上这花也不开了。 有人说是花害羞,这为羞花,其实这花怕闻身上的味儿它躲起来了。 四大美人,大伙儿注意,这就是中国人独特的哲学。 就是你再好的人物,你只要是现实当中出现的,你必有一个缺点。 我们为什么说最好吃的东西是龙肝凤胆,因为没有龙肝没有风,所以他永远最完美。 四大美人虽然是集万千丑爱于一身,但一人身是一个缺点。 西施的缺点是什么呢?脚大。 所以范里给他设计呢,穿长裙,把脚折上。 然后穿木鸡,走到环配响叮当,好听。 其实,王昭君是什么?溜肩膀。 所以你看,昭君所有的画片,全部是穿抖方的,把肩膀折上。 昭君套。 对,雕蝉,耳朵太小。 人说耳朵大有福。 他为了显示这个呢,戴大耳环。 所以你看,雕蝉的像,耳环都比较大。 但是又要说耳环呢,是为了守妇道。 过去女人呢,站不以闻,行不摇头,坐不露西,笑不露齿。 你走道来,晃到脑袋是不守妇道。 为什么割耳环呢?左耳环叫羞,右耳环叫齿。 你从后边看,两个耳环溜折,说明你没有左右摇晃。 披的啪啦,这个打你脸,这个打你脸,羞耻,真是女人不守护道。 那貂蝉耳的小,杨贵妃有母羞,所以要总洗澡。 折着这会儿。 所以你看,四大美人里边,个人有个人一个缺点。 这就说人不是完美的,这也很有意思。 可是在这个凯格导演指导《妖魔传》里边, 除了这个混血,无认给我们带着点金额以外, 好像杨贵妃在这里没有缺点,是个至情至性的人。 这个李白写,其实倾听乐调三首啊。 这三章里头,我觉得最能表达李白对杨玉环的认知的。 也带着一点妒忌的色彩,不是云响异常花笑容这一句。 是明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戴笑看。 这个呢,就厉害了。 我说能够,确实是啊,它是跟牡丹比美。 打唐的盛景,因为有杨玉环,也因为有国画牡丹。 所以明花倾国,两相欢。 这里边其实很有意思的是,不少人有一个遗团。 说那个后宫啊,最为尊贵的人应该是皇后。 但是唐宣宗呢,废了王皇后之后,再没立过皇后。 说你对杨玉环这么好,为什么不把她立为皇后呢? 这其实跟这个唐明皇得到杨贵妃的过程有关。 杨贵妃是唐明皇的儿媳妇。 老公公把儿媳妇给占了。 这在中国后来是个大忌惠。 民间有两个字形容这个,叫爬灰。 你们读《红楼梦》里边,较大喝醉的,说宁国府。 爬灰的爬灰,杨小叔的杨小叔。 这是很恶毒的说法。 因为唐明皇第七个儿子,瘦王李茂, 跟十五岁的杨贵妃结婚。 俩人想,好得不得了。 但是一下子被唐明皇看着了。 说这个女人我要得不到的, 这辈子就不如死了。 想了个很好的主意。 说我母亲呢, 都是这个忌日到了, 各家都得出个人给念经, 到道观里休息。 就由瘦王李茂家, 你媳妇出来吧,也是咱家人。 给送到冠里面,给他起个道号叫太真。 所以你们各位读长恨歌里面吗? 终有一人自太真, 血不花帽参自是, 就说杨玉环。 然后在这里待了五年以后, 他把他给弄进攻击。 尽管是唐代很开放, 大家对这个不是很在乎, 可是毕竟老公公把这媳妇拿下来, 这事儿好说不好听。 所以后来你说你立她为皇后吧, 这个怎么着多少都别扭一点。 所以这个就是解释了, 为什么杨贵妃后来没有当皇后, 当然她没孩子, 母一天下母一天下, 这一点可能还不是完全的道理。 还有一个细节, 就是说明这个风流天子啊, 可以说是没有什么太大顾忌。 这个你说受亡礼貌的母亲就是五贵妃, 五贵妃其实是在开元年间最受宠爱的妃子。 生下来了毕妻子这个礼貌, 毕妻子这礼貌取了杨月怀。 这这么一个关系, 就是说原来是最喜欢的那个母贵妃, 最后爱上了母贵妃的儿媳妇。 这个呢, 我觉得这个可能这样的情形也是一个皇家的特权吧。 包括我们现在在解读这个杨贵妃的时候, 其实好多东西都由于史书多年来, 正史也史啊, 也丢了很多。 你比方说这个杨玉环, 在正史里边, 几乎那个时候你看不到有什么记载。 说杨贵妃叫杨玉环, 后来有人考证呢, 说杨贵妃叫杨玉。 说这环怎么解释呢? 他从小到大有几个阶段, 就像我们管一个女人, 你比方说刘三妹, 刘三姐, 刘三姑, 刘三婆, 随着年龄发展不一样。 我刚才说这就广西的歌王刘三姐了, 他一辈子就是叫过好几个名字, 就根据年龄不同。 最开始, 杨贵妃叫杨玉奴, 小奴家, 未出门子之前叫这个。 结婚以后叫杨玉娘, 后来叫杨玉环什么呢? 人到中年, 就像俄罗斯女人发胖了, 咱说艳瘦还肥, 这个环可能带点戏谑, 也带点赞赏。 也就他肯定不是那种纯粹胖和肥的意思, 而包括这里头丰满的概念。 像我们一提杨贵妃说, 唐明皇杨贵妃, 有人说怎么不说唐玄宗呢? 这个是因为到大清时候, 康熙皇帝叫什么? 爱心觉罗玄业, 为躲着玄字, 改唐玄宗为唐明皇。 像大家熟悉隋唐第一条好汉, 李玄霸, 他叫李玄霸, 因为他出生自道观, 称为玄门之霸, 但到了清代呢, 说书人一提, 李玄霸, 是范康熙的名讳玄业, 改宣为原, 叫李玄霸。 所以就是我希望各位呢, 在看妖魔传这样呢, 虽然它是一部反映感情的一个电影, 但这里边有很多历史, 有很多传统的话, 如果大家能在看电影的时候之前呢, 比方说今天我跟凯业, 我们跟大家交流这些东西, 你觉得有意思, 回去之后呢, 再琢磨点唐代历史, 杨贵妃怎么回事, 高丽氏怎么回事, 带着这些东西再看这部电影, 你的体验跟其他人都不一样,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强调传统文化, 强调我们要回到汉唐时期, 中国传统文化的自信, 这个自信从哪来, 自信首先是丰富, 如果你这个东西太单调, 你知之太少, 这个丰富就谈不上了, 所以我今天我跟凯业俩, 跟大家聊这些东西, 也是希望在文化层面呢, 我们能有一个很好的交流, 这也是凯业拍这个电影的一大出, 谢谢梁老师, 这个我们这个电影有一个特点啊, 就是它有一些奇幻的色彩在故事中间穿插着, 其实我一直说这个咱们中国的文学的, 或者文化的传统里头, 有一个明显的特征, 这个特征就是奇幻与现实并存, 我们看那个可以说是啊, 从诗经开始, 再到楚辞, 楚辞这个代表人物屈原, 你看他写的九歌, 全是可以说是上天入地, 有很多奇幻的想象, 唐朝就更是如此, 有那么多传奇的作品, 你看有一个, 有一个人叫韦佑, 也是一写诗的, 然后好弹琴, 经常把这琴弦弄断, 那时候没有金属弦, 全是这个丝弦, 哎, 他就弦断了, 他就外头去散步, 就是琴弹不成, 然后就看在这树上挂着这么一个, 这不是琴弦吗? 就给拿回来, 就看着就是像一个琴弦, 然后就往琴上就连接, 短一寸, 哎, 他说这, 没关系我泡泡, 泡泡不一撑不就长了吗? 就把这个琴弦, 啪, 就扔到了一个容器里头, 里头盛着水, 突然风云色变, 这个小小的琴弦, 飞天而去, 是白齿白龙, 是一条龙, 这完全是, 听上去是一很不沾边的事, 但是唐朝人就相信说, 龙是现实存在, 在很多很多, 呃, 刘雨昕大家都是大诗人, 这个这个, 所言不虚的, 不可能撒谎的, 他就说, 哎, 我走到一树边, 我一看, 那边有一个东西, 看不太清楚, 但是有云气笼罩, 这时候捡一块石头, 啪, 他自己就扔过去了, 这扔过去之后, 就看见那地方, 也是风云大起, 一条龙, 腾空而去, 这可见就是, 在我们的这个, 审美里头, 在我们的美学里头, 奇幻这件事情, 可能是生活的正常的一部分, 其实你说这个就是, 我们常说那四个字, 一真一幻, 你看在很多这个, 历史事件当中, 这种奇幻的东西, 跟历史真实, 几乎是并行着在推动历史的, 反正说到中国历史上, 哪个有名望的人, 一个大人物, 他的出生一定伴随点事, 刘邦他爸爸, 给他母亲送饭, 他母亲在地头等着, 送饭回去过程一看, 他母亲躺着睡觉呢, 身上趴条龙, 回家之后, 他妈就怀孕了, 刘邦就是龙子, 你听这事跟扯淡似的, 但在那时候, 他确实有人信, 三国大伙读过, 曹操跟刘备, 青梅竹酒论英雄, 见天外龙挂, 说问着玄德, 一只龙之变化否, 说龙啊, 这个, 生则降于宇宙之内, 隐则潜伏于波涛之中, 大则幸云土物, 小则隐介藏行, 这时候龙之变化, 由英雄得志, 腾于四海, 他直接把龙跟英雄连到一块,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说奇幻的东西, 他并不是说奇幻, 他是在说现实, 所以这为什么, 我们这电影叫妖猫传, 他其实借助妖猫这个奇幻色彩的东西, 他要还原一部分史实, 阐述一部分人心底最柔软的东西, 感情的东西, 我一开始看妖猫传, 我的感觉就是, 他有这么个猫, 这很奇幻色彩的东西, 他看着看着我就说到, 前面跟大伙讲那种自虐, 我完全忘掉这个猫, 这猫一开始是个挺凶的象征, 我们都知道猫入胸宅, 尤其是黑猫, 你看着到肾呢, 到最后你才发现, 这个猫是个可怜的小猫咪, 最后这个猫, 幻化成那个主人形, 然后跳到杨贵妃的怀里, 那一瞬间, 我们不是萌画, 是你心里那会儿最软的东西, 都画成水一般, 我那时候就体会, 王乐斌那首歌是什么意思, 我愿做一只小羊, 依偎在他身旁, 我愿他拿着细细的皮鞭, 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 你听着跟受虐着, 但不是, 人到这个境界我就体会到了, 为什么这世上有些人追求虐待, 虐待这里头有快感, 所以看完《妖猫传》我就理解了, 这受虐是什么姿势, 这个我想凯爷可以给大伙再聊一聊, 这个妖猫, 因为我们也不会演, 在若干年前呢, 凯爷做的电影里边呢, 有人指责过特效的地方不到位, 那么这次我看了呢, 尤其对唐城, 和《极乐之宴》的那一个场景, 《极乐之宴》我相信你看了之后, 会有什么感觉, 一时间形容不好, 这个场景是多么盛大, 我身边有人看完之后感觉, 这样一种感觉, 就是这种特效的发展, 其实对电影的铺垫很有作用, 它不见得是电影的核心, 但是它是一个很好的铺平电话的东西, 带着你走进电影里边, 自虐的那个核心的东西, 所以凯爷你不妨给大伙说说, 妖猫这个东西, 你的想象当中都跟做出来的效果, 到底有没有差距, 其实首先得说, 咱得打个底子, 就像画画似的, 你不打一个素描的底子不行, 这个底子就是我们, 花了六年时间见的这趟城, 其实我是听到很多耻笑的声音, 说这个也太费劲了, 想拍一部电影, 花六年时间见一城, 现在要拆起来很容易, 所以这个我觉得, 是一个做电影的人, 如果有这样的条件的话, 应该做的事, 你在一个真实的场景里去拍摄, 跟在绿屏前拍摄是完全不同, 对演员更是如此, 你是一个真实的场景, 但是我们这个戏呢, 也确实需要电脑特效的帮助, 特别是这只猫, 这只猫呢, 其实是这样的, 就是有一部分镜头是真猫演的, 你比如说这个玄宗啊, 跟这个杨宇环抱着这猫, 那都是真的, 跟这个刘花燃的有些戏, 都是真的猫, 我们这猫呢, 是现挑的啊, 还给它起一名, 叫Runa, 这猫其实挺可爱的, 特别逗的一件事, 就是什么呢, 他得谁挠谁, 谁抱着就挠, 唯有这个陈宏毅抱着呢, 他比较温顺, 后来人家就开玩笑说, 他觉得谁管家, 这事就定了说就是他吧, 这个就是这样, 但是呢, 他有一个孪生的兄弟, 就是所有都是用电脑特效做出来的, 其实我跟我们这个, 这个就是特效师说, 我说其实最难的不在于别的, 不在于你的毛发能够做成什么样啊, 这个当然是重要, 这只是最初步的东西, 最重要的是, 我们怎么把这只猫还原成一个人, 有人的感情啊, 有人的动态啊, 有人的眼神啊, 无论喜怒哀乐, 都能够通过他的眼睛表达出来, 就像一个演员在真实的表演, 您说这个我就想起那个金刚, 金刚的眼神, 金刚的表情, 后来就是跟这个行内的特效专家沟通过他讲, 就现在的这个, 这种关于动物理人化的制作呢, 其实是把各种敏感软件啊, 放在这个动物身上, 然后通过电流和微电流刺激, 捕捉他面部表情, 在还原的电脑里面再来制作, 金刚就是这么做出来的, 大家看李安那少年拍的奇幻漂流里面的老虎, 也是这么做的, 就必须得有一个真的, 然后根据这个我们在电脑里在做, 这个妖猫这个制作, 是不是也是这样一个过程? 应该是, 就是他做了很多的动物追踪, 就是说先要拍了很多猫的这个镜头, 之后呢才能够去体会, 就是说当他的情绪变化的时候, 他的身形体随之有什么样的变化, 特别是这个, 这个, 这个猫的, 比如说耳朵的突然的耸动啊, 身体的突然的变化, 这些东西全部都是要, 经过这个, 技术上充分的准备才能够实现, 但是就是说, 技术准备呢, 那只是技术准备而已, 他最终的是要通过技术, 完备的准备, 能够达到我们所要的戏剧效果。 那个前一段时间, 我跟凯耶我们在做那个电影回顾周的时候, 可能有的朋友在网上看到, 凯耶当时现场说了一个特有意思的事, 说到这个, 为什么选这个张雨琪在里边演春景这个角色, 因为这个角色是被妖猫浮体了之后呢, 代替妖猫干了很多事, 为什么选这个呢? 当时凯克导演说到, 这是陈虹给推荐的, 我说你听一下, 张雨琪的声音, 一听就是被妖猫控制的声音, 都不用批, 所以我想这个虽然是个笑话吧, 但也反映了导演在选角的时候, 要考虑到角色和人物的演员之间的契合度, 那今天有这么一个机会, 你给大伙介绍一下, 你选这里几个演员, 包括像黄轩, 包括像燃谷降胎, 燃谷降胎可能咱们很多朋友不熟悉日本的明星, 是从哪个角度来定位, 他们来出演这样的角色? 其实决定燃谷, 选角的时候有三个被选, 前面两个比他名气还大, 这就像当年选张国荣演成天一, 之前的被选是尊龙, 和那个挺像的, 对, 然后呢, 人家态度也都挺好的, 我觉得那也大事满意, 然后这时候燃谷就来了, 燃谷呢, 大家都可能看见他, 看过他那个戏叫什么, 就是寄生兽, 他的头发是长头发, 然后他们能搭了到脸上, 而因为非常年轻, 24岁, 还我觉得某种程度上还处在叛逆期呢, 所以进来也没什么表情, 往那一坐, 我心里就打鼓, 我说这不行的, 不一定是一个适合孔海的这么一个角色, 虽然他跟我说了, 他对空海是非常崇敬啊, 这个空海至今在日本还有八百万的行动, 有这么大的, 真严宗的建立就是空海建立, 空海至少对, 他说对我们日本有两大贡献, 一个是把唐代的密宗带回来, 另外一个, 日本喝的所有的茶, 都是空海从中国带回去, 咱们这一说说和日本抹茶, 其实全部都是唐代的茶, 带过去, 回到燃谷江泰啊, 我当时心里边已经觉着不行, 你是因为他太年轻? 不是因为他太年轻, 就是他, 他没有给我这个视觉上的一个, 一个啊, 我觉得看演员有的时候是凭直觉, 你不能说啊, 研究半天说他流量多大, 然后就顶了他了, 就是说我们在国内选演员, 有时候是出现这情况, 是吧,给你看, 他说给你拿大数据, 然后帮你选演员, 这个我觉得是不妥的, 但是燃谷江泰第二次见到我的时候, 我的印象完全变, 他把头踢了, 没定他演员, 在你面前他要进入这个角色, 他没, 我觉得他也是自自然然做的, 但是我一, 这次我再一看他, 我就觉得真是一羞啊, 他把头踢了以后, 就完全是一个一羞, 而且我觉得他坐在那吧, 这我们叫眼睛低垂着, 嘴角有一点笑意的样子, 我说这是, 因为空海, 别人说就是整天嘴角都带着微笑, 对, 他是一个历史上就这样, 这佛祖念花微笑, 他永远是这劲儿, 那这个劲儿呢, 我觉得突然就打动了我, 他也是一个特别用功的, 这么一个年轻人, 24岁, 这个演的这个戏, 所以我觉得就是, 我觉得一看是一羞, 这手, 你知道, 这马上就有了感觉了, 就是, 这就是选择这个, 这个, 阮古江泰的情形, 我在看这个过程当中啊, 因为阮古江泰跟黄璇, 他俩的对手戏是最多的, 就是白居跟空海两个人, 难免我们就会有这样一种比较, 就是在对戏的时候, 谁压着谁, 谁占上风, 黄璇是比较动的演法, 飞扬跳达很活活, 阮古江泰呢, 他作为一个沙米, 是个国门子弟, 他相对比较静, 但是静是静的, 他眼角每时候都是细, 就是我一般, 我是一个百分之百的直男啊, 但看这个电影的时候, 觉得阮古很漂亮, 那种漂亮像什么呢, 像当年看《八王别姬》的时候啊, 呃, 陈爹一在生活当中, 和张峰一演的段小楼, 两人聊天的过程, 你感觉很安静, 但是呢, 偶尔的演播一流转, 那个魅气特别大, 我当时甚至产生一种感觉, 阮古江泰演的空海, 就是一个剃的头发的陈爹一, 就我想这种选角的方式, 从当年《八王别姬》到现在二十多年过去了, 一个导演能坚持这种东西, 把他作为自己心血的一种打造结晶, 他一定不是偶然的, 所以在这个网上有的人就说, 陈海歌导演, 对女性的态度, 都渗透到对男性的审美当中, 这个说完了, 再说说黄轩啊, 我自己就觉得, 当年的《白居易》在这个时候, 没完成《长腾歌》, 换句话说, 在唐代的诗人的名录上, 此人是一个nobody, 是不成气的一个人, 还处在那艰苦奋斗的状态下, 日夜煎熬啊, 都对《长腾歌》写不完, 不知道写的好还是不好, 所以他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觉得他跟李白不能比, 李白是大宗, 大宗师的范儿, 云响一场花响荣, 见到玄宗之前, 已经明满天下了, 已经有像赫志张这样的前辈, 高度认可他们的, 所以这个白乐天不是这样一个情形, 所以黄轩的研发, 也是跟冉古江泰不一样, 他某种程度上, 我觉得就是, 但是呢你可以看出这个白乐天这人, 在最后啊, 在他晚年的时候, 他只保留了人家对他的一个称号, 他说这是我, 施魔,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他自弃的, 叫醉淫居士, 醉淫居士的意思就是天天施酒不停, 这么一个局面, 所以性格上是非常豪放的, 也容易自嗨的这么一个人, 特别是在诗没有写成的时候, 我觉得他有比较嗨的局面, 这个人最终做到了这个三品观, 可以穿紫袍, 三品以上, 他到了这个地, 而且在苏州, 在杭州, 在这个江南丰雾之地啊, 全都当过刺史的, 所以我自己就觉得这人不得了, 这人有点像司马迁说的那意思, 就是说, 天地之气我全吸完, 吸完之后土而为书, 他有点到这个境界, 有点跟苏东坡那个挺像, 也是游历天下之后, 而且特别奇怪的是, 他跟苏东坡, 我认为苏东坡是他的转世, 为什么呢? 就是他在这个退了休以后啊, 身体不太好啊, 这个不做官了, 他就种了一片菜地, 他管这个坡地叫东坡, 你说这个, 这白了天, 这个太有意思了, 而且苏东坡身边有两个丫鬟, 朝云暮雨, 跟那凡素小蛮也是转世, 对, 我觉得都, 都到了一块去了, 所以这个, 这个情形呢, 就是说, 黄轩呢, 他是, 我们说这个, 这个, 辛迪迪说说, 为父心诗强说愁, 但是诗人是真愁, 这一句出不来, 这一宿都没法睡, 啊, 他是这么一个状态, 啊, 所以我觉得, 一僧, 就是软骨江泰, 一位诗人是白了天, 啊, 一动, 一静, 啊, 然后呢, 一个理性, 一个感性, 感性, 这两个人物自身, 先有了对比, 啊, 而且更何况, 他们都是年轻人, 啊, 这个, 唐代的诗人成名早, 啊, 啊, 所以像他这样的人, 啊, 这个, 最后有, 又, 登了近视, 这个, 这个白了天, 啊, 所以, 呃, 在整个的演员, 选择方面, 我觉得就是, 我看的黄轩, 啊, 我就觉得, 他能有一点, 失魔的劲儿, 出来, 啊, 平常挺安静的, 啊, 说话轻声漫远, 啊, 但是他这个劲儿, 我认为是, 有的, 啊, 这也, 我跟他也说, 可以向这个方向做一些尝试与努力, 啊, 不能够太把握, 就是这个意思, 一个诗人, 不可能在生活当中是个特板的人, 他一定他把他的有些性情, 体现出来, 否则, 主动诗的东西的动力是不足的, 那这里边也跟大伙说一些就是, 为什么唐诗, 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东西, 怎么到后代宋元明清, 就没有唐诗那么大的一种圣经, 他跟科举有直接关系, 有的人说唐代的科举是考试词的, 他不是主流, 但是刚才凯克导演说了一个词很关键, 叫行卷, 行卷是什么呢, 考卷正式有一张卷, 另外还有一张行卷是什么, 拿这个递给主考官或者传到王公贵咒里面大伙看, 就是他写了什么诗, 如果谁之前诗名很盛的话, 对于考试很有好处, 这就是我们说的体育比赛里的印象分, 你像唐代诗人里有几个状元, 王维是状元, 王维在没成为状元之前, 诗名远播天下, 大伙都传着看, 说这人诗写的好, 这多了不起, 白居易刚才说, 为什么要拜访大诗人顾旷, 其实就是拿自己的诗给他看, 然后这个东西就作为行卷, 在这个整个文化界传开了, 说这个人诗名很盛, 好,最后参加科举的时候, 有个印象分, 因为唐代科举不是把名字糊上的, 糊上名字是从宋代往后, 那时候是完全名字, 就是你老师判卷的时候, 上面写着白居易, 所以这个人要先有名的话, 往往先入为主, 所以当时行卷对人很重要, 行卷主要的体现形式就是诗, 所以才会有那么多人写诗, 所以今天我们说中国足球不行, 不要紧, 教会部下文, 高考考足球, 你看什么样, 今天我们下文应该还有一点时间吧, 这样, 现场哪位大乐远来的朋友, 有什么想跟凯克导演交流的, 可以提两个问题, 这后边那是男女, 对不起啊, 对不起啊, 我想, 我就是特别喜欢凯克导演的作品, 然后当她看就是两个日报片, 我都分别就是有两个不同的感动, 然后第一个感动就是那个黄泉在, 就是对黄泉一个中统的推荐, 就是当时她说你到底还有什么秘密, 就是她穿着那一戏白衣的时候, 然后那个情形就特别感动了, 因为当时我是在看班手机, 但是突然她当她声音出来的时候, 我就突然抬头了, 然后第一只在看, 然后就觉得这一个情形就足以让我特别感动了, 然后第二个就是, 我在看就是爱奇迷的IP, 就是微博转码转的那个视频里面, 然后一个就是您在就是拍摄现场, 然后您说我要的碗就这么大, 然后我要的筷子就得这么长, 然后这就是表现出就是您对就是这部影片, 就是非常严谨的一个态度, 然后就是刚才您也说, 就是整个就是场景搭建都是真实的, 然后还有一些特别重要的人物选择什么的, 我想听一下就是在当初就是您做这部影片, 就是妖猫转的时候, 就是您就希望就是您对自己有什么要求? 其实这个要求呢也非常简单, 就是尽一个电影工作者的这个职责, 就是我们尽我们自己的一个本分, 不想拿那个粗制乱造的东西去糊弄观众去, 这个呢是我从小受的教育, 包括在电影学院所受的教育啊, 告诉我啊, 我们怎么表达对观众的尊重啊, 其实就是拿你的作品啊, 不管观众这个喜欢你的作品, 还是不喜欢你的作品, 你都要用同样的态度去做啊, 我其实特别感动的比如举个例子来说, 我小的时候我看见一些托伯僧就是, 其实是乞讨啊, 化缘的这个僧人啊, 低着头站在路边, 很多人完全无视他们, 走过去了就走过去了, 也有时候有人站下来放一点小钱, 或者一点食物在里头, 不管能不能够得到不失, 他们的态度从来没有改变过, 在他们的脸上你从来没有看见过度的欢愉, 或者不满, 嗔恨都没有啊, 他们就是静静的站在那儿, 成了这个小小街道, 或者一个胡同里的一个风景, 这件事情让我明白了, 电影工作者就应该这样, 谢谢你。 还有哪位朋友有问题? 两位老师好, 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 刚刚两位老师聊了一下有关杨贵妃的, 我很感兴趣的就是, 在历史上, 杨贵妃的个人生活是非常有情趣的, 不知道两位老师是怎么想的? 还有电影当中是怎么表现她的生活的情趣? 谢谢, 谢谢, 谢谢。 , 谁敢给她化妆啊? 不敢。 所以, 所有的人都像万圣洁似的假面舞会, 唯独皇上等于是裸着就来了, 也不像画。 所以, 西班开箱之后, 上箱, 第一炷箱, 是丑爵上箱。 封箱, 那个大箱子, 谁也不敢上去做, 只有丑爵敢上去做。 那么那时候玩这个东西, 是以杨贵妃, 唐美皇为主要组织者跟参与者。 所以你说这两口子, 那生活情绪大了去了, 包括人家给送个鹦鹉, 训练到鹦鹉能背诗, 能说出曲谱来。 然后呢, 谁跟唐美皇下围棋? 唐代是有棋代兆的, 就是第一流的高手陪皇上下棋。 一旦皇上这局面危险的时候, 管这鹦鹉叫雪花娘, 这鹦鹉啪就飞下来, 落在棋盘上, 把棋子打乱, 化解皇上的尴尬。 这些都是杨贵妃给训练出来的, 你说这两口子得多有意思了, 有意思到什么程度? 当然这个唐玄宗也不是自始至终, 就盯着杨玉环一个人, 中间宠了梅妃一段, 杨玉环一来气, 说了些很恶毒刻薄的话, 皇上来气了, 我是皇上, 你这么说我, 你走吧, 给他撵回娘家去, 结果这人一走, 唐玉环活不了了, 离开他不行了, 赶紧就打他给教诲。 所以这个在这种情况, 在后宫里头出现过好几次的情况, 就说两人在一块, 刚才凯业说那很对, 仅仅是美貌是不够的, 他一定两个人有一种啊, 骨子里头能沟通到一块的一些情绪的东西, 所以说两口子想过下去, 经济条件是个基础, 再想长久的往下过, 价值观的相同和类似是特别重要, 就是这两人在价值观上, 他是有相同和类似的地方, 至于这个陈导人怎么比照自己的生活, 来演绎这一段, 这得他自己说, 这一位。 你好, 凯克导演, 你好,杨老师你好, 刚刚听您说, 那个这个电影中, 杨贵之的形象跟以前是非常不同的, 那我想知道, 为什么会选张龙龙这个演员来演绎杨贵之的形象, 除了他是混血之外, 他这个演员本身还有哪些特质是让您觉得他能够上的呢? 其实这个张龙龙我们在合作之前不认识, 因为他是从台湾来的演员, 这个看过他的逆光飞翔, 我觉得演技还不错, 这就让我们想到就是我们在选择演员的时候有一个什么样的标准, 我刚才讲到第一次合作的演员副导演拿了几大本来, 说在这里咱们就挑, 我一看全是流量, 后来我说呢你回去好好把剧本看看, 然后你再来找我, 几天以后他回来说, 他说那我现在明白了你是谁合适谁演, 不管这流量, 我说没错, 这才是刚才我说的电影的一个态度, 因此就一定考虑要有一个相当有演戏能力的这样一个人来扮演杨宇环, 以实现我跟梁老师刚才所说的这样一个目的, 就是受到皇帝宠爱的这样一个女人, 绝非只有美貌就可以得到这样的恩宠。 那么换句话说就是, 这个人物必须有内心活动, 光美不行, 白浮美, 这个不是那事。 再有一个呢, 就是我们觉得我们想选择这个演员的时候, 也想避开太过熟悉的明星, 太过熟悉的明星会造成反而造成极大的疏离感, 怎么看都不是杨宇环, 怎么看都是别人, 都是明星本人。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呢, 是我们选择的过程中间, 特别注意的这么一件事情。 至于说, 对这个人物的理解, 其实有一次我跟张荣荣和我们整个主要的创作人员开过一次会, 其实我对他的要求是非常非常严格的。 因为他作为这样一个知名的历史上, 如此知名的女人, 他在表演上怎么把握这个分寸, 怎么去表现他的内心活动, 他不能交恒, 他也不是一个说走进来之后, 要让整个空气都震颤的那么一个人。 他在整个的表演过程中, 始终把自己看成是一个跟大家平等的这样一个女人。 所以呢, 我觉得在表演上是有特殊的要求, 当你看了电影之后, 你可能会有一些体会一些。 可能很多人都会把这个想象成埃及厌厚, 其实根本不是。 我看了之后就是, 没想到杨贵妃是这样, 不仅是外形, 还包括他的这个整个座态。 相对来说, 和我们想象中的杨贵妃来比, 他是偏安静, 偏内心细, 偏内脸。 但是内脸当中放射出这种能量, 是非常大的。 所以这里边通过李白, 白龙, 多个男性, 看到他之后的一种反应, 来体现他内脸的这种魅力跟效果。 所以这个需要大家在电影院里边, 反正这么说吧, 看凯克导演的作品得有过日的心。 他不是说一上来就给你挠痒了挠乐了, 也不是一上来煽情就给你弄哭了, 你得一点点尽心。 世间所有的好东西都是这样, 他需要慢慢的去培养。 而且这个东西一定是副调的。 我相信大家看完《腰毛传》之后, 也会有不同的见解和理解, 你或者喜欢他, 或者讨厌他, 或者对某一部分很痴狂, 对另一部分很无视, 这个都很正常。 也许陈凯克的电影, 你再经过一个月, 两个月, 三年五年, 你可能会颠覆你以前的想法。 我想世间所有好的艺术作品, 都是副调的, 都是触动你心底不同层面的。 所以这样的一个电影, 我觉得从我个人来说吧, 值得大家进电影院看一看。 起码看完之后, 你心里想到的不会是单一的赞美和单一的诋毁。 我认为这个东西就是艺术作品, 给我们生活带来波澜和风附性的一个体现。 希望大家能到电影院支持一下《幽黄传》。 谢谢。 谢谢。 我觉得其实先从秦昊说吧, 我觉得秦昊真的是一个天生就挺会演戏的演员。 有的看了这个片子的朋友评价, 他说他是匹色匹色的, 那个劲儿啊。 我觉得其实挺不好演的。 但是我觉得他完成的特别好。 他演戏的主要特点就是, 在不演戏的时候呢, 和他演戏的时候完全是俩人。 这个我觉得他不演戏的时候特别紧张。 你看他的面相就是紧张的。 就是特别紧张, 而且就是好像就是那个周围危机四伏, 你知道吧? 就是这感觉。 但是一旦站在镜头前, 他说开拍的时候, 他比谁都松弛。 这个是我觉得对秦昊的一个特别直接的感受。 他是演戏上有这么一个特点, 我觉得也挺好的。 你知道, 能够把这最大的轻松放到镜头前面。 这个是一个了不起的事。 我觉得欧豪跟昊然两位都是少年才俊, 可以这么说。 应该说在演戏上都是有一定天分的。 所以呢, 他们两个又是演一对实际上, 在这个, 这个, 所谓白鹤少年, 在这样一对, 这个, 这个, 少年, 都是有激情的。 怎么样去表达他们, 跟他们的年龄相符合的, 啊, 这样一种, 我觉得, 其实他们都是叛逆期的年龄。 啊, 怎么样把这个, 他们对, 我老说啊, 少年的时候你会跟社会, 啊, 跟我们这个世界有一定的紧张关系。 啊, 就好像一个猴皮筋被拉开了, 啊, 是紧张的。 越上了岁数啊, 这猴皮筋就越没劲了。 你知道, 他就松弛了。 所以我自己就觉得, 这两个人在表演上啊, 就是四个字去形容的, 叫英姿勃勃。 啊, 是非常非常恰当的, 这么一个描写, 说法。 这里边其实还有几个这个, 老戏舞啊, 很值得大家关注。 你像刘佩奇啊, 程太深啊, 这个不说, 还有一位九十多的老演员, 秦姨。 你们可能现在年轻人不会想象到, 一个女人可以, 风度翩翩, 漂亮到这个程度。 就是她八十多岁, 九十岁, 你看她, 依然觉得她漂亮。 秦姨, 你们可以回去百度一下。 她一辈子经历的, 作为一个演员的苦难史, 作为一个女人的苦难, 太多了。 可是她依然能在晚年的时候, 风度翩翩, 风情万种。 这里边凯克大人把她请来, 演了一个白头功女, 在弦作说玄奏。 我虽然看的过程当中, 也就是一两分钟的戏吧。 但是这个角色很抓人, 很有意思。 这个秦姨老师呢, 真是拍的时候, 可能是不是九十四, 就是九十五了。 这是让我小时候, 让我想起小的时候被唐氏的, 一样, 撩落古行宫。 宫花寂寞红。 白头功女仔, 仙座说玄奏。 她往这椅子上一坐, 就是这个样子。 九十几岁的人。 而且就是头脑很清晰。 说的那话吧, 稍微有点哆哩哆嗦, 但是你觉得怎么那么对呀? 她就是那个劲儿。 经历繁华。 经历了繁华的这个, 这样的一个感受。 前朝的功女, 特别美。 好, 今天我相信, 呃, 大家过这一个下午啊, 不一定说你能得到什么东西, 知道你后面的生活。 但是我们有理由在一个下午里, 分享很多内心世界的一些感受, 或者说你不知道的一个信息, 如果你对这信息很感兴趣的话, 那大家就有接下来了解妖毛传, 琢磨一下这个电影的必要。 那可能看完之后呢, 呃, 我和凯克导演可能在适当的时机, 我们还会做类似的活动。 如果大家有兴趣呢, 或者到现场, 或者通过网络直播来参与。 呃, 今天啊, 我们两位呢, 也谢谢各位到现场来, 我们再次站起来, 向大家表示感谢。 谢谢, 梁老师, 我得先拿一下您的麦, 整个影院只有两只麦。 哈哈哈, 谢谢, 谢谢我们梁老师和陈凯克导演做客到我们爱定影沙龙的第一期来, 那期待以后再来做客, 好不好? 谢谢, 请多多支持《腰猫传》到电影院12月22号, 谢谢, 谢谢我们两位。 可以先行, 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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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